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动不动就用技术封锁来威胁我们 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向豪横不可一世的美国人 也曾遭受过我们国家的技术封锁 并且花费了足足15年的时间都没能赶上中国 而做到这一切的却是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的 但是却被无数同行尊称为国事无双的陈创天老先生 他用尽他的一生带领着中国的非线性光学晶体行业 走在了世界前沿 狠狠挫败了美国人的傲气 究竟什么才是非线性光学晶体 陈创天老先生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能让美国15年都追不上 在陈创天成为国事无双的路上 又经历过什么样的艰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首先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是非线性光学晶体 这是一个只听名字就很枯燥 而又很遥远的东西 实体一般都是很小的透明玻璃块 即使放在面前 很多人都认不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就是这个没有支架盖大小的透明石头 不但价格比黄金还要贵 更是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电视机 投影仪 激光笔 打印机 小到计算器 大到尖端武器制造 都少不了晶体的存在 更是中国第一个超越美国 领先全世界的科研领域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 默默无闻的英雄 陈创天 1962年 陈创天大学毕业 因为成绩优秀 且物理成绩突出 陈创天是老师们最喜欢的学生 便被一致推荐给了中国科学院 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 按说 喜欢研究的他 进研究所是个不错的出路 可谁知 刚走进华研所的大门 陈创天就被当头打了一棒 第一天报道 研究所院长卢嘉熙找来陈创天 说 别看你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物理成绩非常好 在正式开始工作前 你还要跟着我学三年的化学 愿意吗 于是 陈创天只好收起满腔热血 又一头扎进了化学 不仅研读了所有基础理论 还自学了结构化学和量子化学 所谓 搏观而约曲 后积而搏发 看似陈创天这三年在走弯路 实际上 物理和化学的底层逻辑 本就是相通的 长阳在知识海洋中的陈创天 就像一块被晾干许久的海绵 贪婪地吸收着所有能接触到的养分 而这一切 以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晃三年过去了 陈创天要开始选择研究方向 当时 中国光学材料领域 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十几年的差距 发达国家还经常借此打压我们 看到这点后 陈创天首先想到的是 当年在大学就立下的誓言 用己所学报效祖国 为祖国的科技发展 贡献出全部力量 从此 陈创天便一头扎进了材料的海洋中 对上亿万种材料 一个个的测试 一点点的筛选 白天做实验 晚上做分析 不遗余力地寻找着那几颗 能造福人类的明珠 然而 当时的条件真心是太有限了 不仅器材的精密程度不够 机器的计算能力 也非常有限 陈创天经常是自己动手 一点点调整实验器材 用纸笔进行大量的计算 与理论推导 都说科学家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 但比这个更重要的 是要有无比强大的耐心与毅力 1968年 埋头钻研三年的陈创天 提出了著名的 非线性光学效应的 因离子集团理论 这一年 陈创天31岁 因为历史原因 他的这个理论 不但没有学术期刊可以发表 连讨论都不行 没有时间去伤春悲秋 没有时间为自己叫不平 他选择了去实验室 拉晶体 从理论转向了实践 1974年 在卢家系院士的领导下 物购所本着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精神 去立了目标 做中国自己的晶体材料 陈创天也被正式任命为 非线性光学材料探索组组长 但他们除了有十几个 怀穿梦想的年轻人 可以算得上一穷二白 没有条件 那就创造条件 他们自己组装激光器 建立起必要的测试设备 开始了对 非线性光学材料的探索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79年 研究组发现 BBO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新型材料 他们等了整整三年时间 终于在1982年 生长出了大块的BBO晶体 BBO晶体是什么 简单来说 晶体就是激光的核心 激光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 随处可见 我们去超市买东西 超市调形麻扫描器 用的是激光 我们去医院做激光美容 去纹身 洗眼线 去胎剂 除皱 美白牙齿等 都会用到激光 我们需要去做近视眼手术 用的还是激光 在高精尖技术上 激光也大有可为 比如激光武器 光刻机等 晶体的意义 就是改变激光的波长 使激光能够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1986年 陈创天第一次在旧金山 向全世界的科学家们 报告了BBO晶体 引起了业界震动 超级晶体 中国牌晶体的名号 迅速传播开来 1987年 陈创天团队报告了性能优异的新一代晶体材料 LBO晶体 这是第二块中国牌晶体 从此 BBO和LBO晶体 成为了中国的另一张名片 为国家强占了80%的晶体市场份额 创造了数百亿的外汇 这时候 陈创天50岁 他的月工资刚从87块钱 涨到了147块钱 没有时间在过往的功劳步上停留 陈创天继续奔赴自己的下一场实验 他知道 任何新成果的诞生 都意味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 创新不能止步 唯有一直进步 才能保持领先 在激光研究中 一直有一个说法 激光的波长不可能小于200纳米 但在1990年 陈创天的团队发现了一种新型的KBBF晶体 它的波长最短只有184.7纳米 埋头研究10年后 2001年 陈创天团队成功合成了KBBF晶体 它再一次缔造奇迹 生死外时代开始了 在KBBF晶体成功研制后 中国大方的出口国外 共享科技的硕果 但外国人拿到这块了不起的晶体后 却偷偷地用来制造激光武器 并且对我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技术封锁 在2009年 国家下了禁令 禁运KBBF晶体 一向趾高气昂的外国人 终于尝到了被卡脖子的滋味 没有KBBF晶体 他们很多实验装置 成了造价昂贵的废物 只能摆在实验室当吉祥物 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陈创天 成了他们又爱又恨的对象 有人捧着巨资 来找陈创天买一块KBBF晶体 陈创天拒绝得干脆 不卖 还有人重金邀请他去国外工作 陈创天还是那两个字 不去 2016年 美国人欢欣鼓舞地宣布 他们终于研制出了KBBF晶体 打破了中国15年的技术封锁 然而 在2015年 陈创天团队就已经宣布 他们发现了性能更好的无毒材料 LSBO 这一年他已经78岁 却依旧步履不停 2018年10月31日 这位封锁美国15年的院士 默默地走完了自己82年的人生路 他辞世半年后 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 购买芯片处处受阻 因此陷入至暗时刻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 既然陈创天院士的KBBF晶体 是光刻机的重要元件 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 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制造光刻机 为什么不自己制造芯片 因为在光刻机上 有多达十万个零部件 虽然中国的科技水平蒸蒸日盛 但在高精度领域 依然与国外先进技术 有一定差距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痛 但痛过之后 才有凤凰涅槃 要打破数十年 乃至百年的封锁 谈何容易 所以陈创天们 才会深藏公与名 把自己一生托付给实验室 也正因为 我们拥有无数个陈创天们 才能从当初的风雨飘摇 到如今 在世界科技之灵 拥有一席之地 而在未来 必将还会出现 更多的陈创天们 将毕生贡献给 祖国的科研事业 即使他们很可能 一生都拿着不高的工资 默默无闻地 在实验室里 与枯燥的数据 一气朝夕相处 一句祖国需要我就足够了 你也许不会知道 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才是中国 真正的体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 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 哪些不为人熟知的科学家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 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就这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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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进步 我们下期节目 就这样的地方 看起来 我们下期节目